好 回到2月7日年28日的啤梨漫步 那現在這個節目 是 十三妹在隔壁 正在準備這個 鳳尾翅 其實我應該不夠放了 但我實在太想吃了 所以我也拿回來自己吃 現在十三妹的手 手上就拿著一包 咖啡 準備沖來喝就是馬卡咖啡 其實我沒有怎樣經常說的 其實馬卡咖啡 首先是很便宜的 我賣 我忘記說多少錢 一百五十幾 一百五十八 有十包 先讓它說馬卡 它是很好喝 最重要是它很好喝 而且它有羅尼果 馬卡 東格亞里 和印度人心 四樣東西 最主要我們銷售 當然是銷售 男性 適合運動營人士 但是其實它還可以 都挺保身 以及適合糖尿病患者 所以它有甜 但是它是很有效的 對糖尿病患者 大家可以上來買 好了 我們現在先 風草油上來 本來今天我又有嘉賓 這個就是我的馬卡咖啡 對 馬卡咖啡 自從啤梨公開了一包 給我們公司的員工分享之後 我就拿了很多包 真的很好喝 但是它真的很好喝 因為我是下午三點鐘上班 早上早上教書 然後回來之後 這個小時 我就是時候喝一杯 喝了之後 二十分鐘 我就會很精神的 好 OK 大家看到我 都是精神爽利的 他們說標題未改 什麼意思 我有標題嗎 現在做節目的上景 每天的直播什麼日子 OK 條標題未改 你看 大家看看 這些錢 直面 大哥 一斤兩兩 你看 好多 我本身這個 其實不應該買699 已經是買得便宜的 現在這次的一批 我最後 每一盒 我起碼給60元運費 因為那個年尾 所以如果現在買到的朋友 其實之前有很多人買不到 就真的要上來買 那風水熬你吃就自己來 我怕我吃渣 嗯 真的 那風水熬為什麼這樣吃渣 我剛才說是我的嘉賓 但是 我突然想起 本來上星期那些嘉賓吃渣 那就不用留給他 是 好了 風水熬為什麼這樣吃渣 因為風水熬今天是農曆生日 昨天是心曆生日 今天是農曆生日 好 如果大家覺得風水熬生日 都應該要給他一封老毛 好 那現在就做課金 是 但是我跟大家說明 我是不會 你們的課金我是不會給風水熬的 OK 但是我想風水熬都會很樂意 是呀 OK 好了 給風水熬忘考那些人買 是呀 但是如果你們支持覺得風水熬是一個好人 是呀 如果你們課金表情 怎麼會大心意 都說不是呀 他們是全家產來的 就不要課 全家產都是課 就等他去看 有一天看我吃 你們上來買東西的客人 就見到其實 其實豪師傅真的很好 我和沈太忙的時候 豪哥都會幫忙拿一下東西 真的 什麼拿一下東西 和你們包東西 送國際東西 他還跟我一起去遊樂 所以豪師傅真是一個好人 是 嗯 各位 老實說 這個刺我那一年都會有 但是真是像子晶天上有 好嗎不要聽 我真的想去吃一千幾百塊碗刺 他沒有什麼給你 我這裡的份量 應該是別人外面 整個窩 都未必有這麼多 是呀 一定沒有 什麼叫做美意 我飄香的咖啡 嗯 嗯 那為什麼要早點吃呢 因為我不能夠太飽 我也不能夠做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我終於確認了 我啤梨今年五十六歲 我活在香港五十六年 我小時候我爸爸已經帶我去新童樂 我算幾高級 所以我爸爸也拿小巴而已 還有什麼 新童樂另外一間什麼 庫林 那些地方吃刺 那時候就是高一點 我講過 就是七十年代頭 但是就未至於高到 就是現在後來發展到門口這麼高 接吼這樣 大家不要以為是集團食 是的 是的 那 就是小時候進去吃碗碗祭刺 我記憶呢 他有一些醋給我的 嗯 那時候那些食刺呢 一個碟吃的 有個金盤的 十元 有個金盤 是 是十元而已 都貴的 你無緣的後手吃過刺 然後擺筷子 都是有條龍的 那些是去喝的 但是我自己進去吃的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就是你一般普羅大宗呢 捨得一些都會吃得起 就未至於後來 現在真的發展到 這麼門高九大 OK 好了 那我死鬼老爸呢 就是今年四十年了 那他又很喜歡 他是喜歡餵食的 我老爸很餵食 還有很喜歡喝酒 那帶我吃雲呢 我最記得我小時候第一次覺得 哇 這麼好吃的 那個豬腸九菜豬紅 在樂庫 我忘記了多少座 好像十三座樓下的 那他專門帶我去吃古靈精怪的 去中環那裏吃 夜晚吃乳粥 那夫妓那些都是我老爸帶我去的 就是 那我也覺得 在以前那些這麼便宜的東西裡面 就是街頭小吃也真的很好吃 但是 近年就每放月下 其實特別是這兩三年 我早幾天才講 其實你現在想一想 阿正 這兩三年你覺不覺得 那些東西是越來越差 我先不要說價錢 香港的餐廳 真是很難找到好吃 真是很少有 那我近來我經常說要紅紅吃飯的 那我昨天又和大隻 和我老婆我老婆說 你悶不悶啊 那樣 我再下去吃米 昨天那一頓 然後終於忍不住 和這間店的師傅和老闆聊天 我一邊吃東西 他們當然很開心 一邊是serve 那些東西 其實我也挺確認的 我今天我想了一會兒 在車子裡 今早昨晚我想了一整晚 我都很確定 這一間餐廳 我這麼偶然發覺 它竟然沒有成名 就是我啤梨 在香港這五十六年生活裡面的最佳餐廳 不是one of the best 是the best of the best 但是最好的餐廳 好吃到不得了 我試了六七樣東西 是沒有一件東西令我失望 不單是沒有失望 在香港 多難啊 是吃到我會有這樣 咦 這樣的 我昨天甚至乎 屁股鬼道喊串燒 就是兩串雞兩串牛 兩串豬肉 串燒那個serve 汁 你可以說是不正宗 因為我很熟馬來西亞 但是那個肉質本身 已經是完美了 我在馬來西亞未吃過這樣 嘩 這麼厲害 有咬口而軟 那些肉質咬下去 是裡面有肉汁 然後外面有沙爹 然後我老朋友說大隻 只不過是請我最普通的 黑椒 黑椒汁豬扒蛋飯 嘩 就是吃到這粒米都沒有 然後呢 我自己看的樣子 我沒有吃的 應該說很有名 她說是呀 無論我味的 我真的猜不到 去到我56歲 我覺得我很慶幸 我能夠趁於在殖民地時代的櫻 櫻治底下的香港 還有見證回歸我們祖國 看著我們怎樣走過一些驚激 然後終於又亂入治 又治入興 但是這個感覺都不夠我 竟然在香港 我不是說馬來西亞 不是日本 我去外國經常覺得 人家的東西很好吃 這幾年都會是這樣的情況 自己的東西不好吃 竟然找到這樣的餐廳 還要是乾淨 麒麗 還要是乾淨 不多人 當然 我給他這麼高的評價 他有這樣的手藝 是不應該給我 我不覺得他賺到什麼錢 你想想我 跟大家說 我怎樣吃 我都吃不到一百元 你這個話才離譜 你用性價來給 而我在想 我去吃過幾千元的蒸魚 那個醬油 那個醬油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只有這一個 收過六十二元的蒸魚醬油 我答案是肯定 肯定是不夠我這個六十二元的蒸魚 的蒸魚醬油好吃 你老母 那碗酸梅湯 是不是再喝 再細喝 是我喝的酸梅湯 很容易會過酸 或者是夾 是我喝過最好 連酸梅湯 然後我看了我老朋友 和我看了隔壁的蒸魚醬油 我真的未見過有人 出菜的蒸魚醬油 是這樣出發的 我跟人說 今早跟另外一個做餐廳的人 你很簡單 首先是很美 有焦邊 最重要是 因為它的菜是怎樣擺呢 它serve 譬如這個是豬扒飯 那豬扒在那裡 有一塊飯在那裡 就是一個碗形飯 那煎蛋是 在正中間的飯裡 蓋上去 很美的 一個蛋網都不會穿 不會漏 即是很企業 我今早就馬上 跟另一個做餐廳的朋友 談開這間餐廳 他說應該是這樣的 我說應該是這樣 我說應該是這樣 我告訴你應該是這樣 那你能不能做到先餐廳 因為一賣價 就會忽略 是吧 我覺得這間餐廳 我想網友一定會說 叫我講 但是昨天他跟我們千萬不要講 他說我跟你不夠熟 我想他沒有看節目 他都不認識我 當然 他說不要介紹 免得做我這麼冷靜 那他當然有些故事 這個師傅 但是我真的叫他 我不要講 我就不長熟 但是我想我會溝到他的 溝到之後 因為那個位子 有三四十個位 我們下去 因為以前也做過私房菜 我們下去 他可以做私房菜 因為他包心刺肚 甚至乎去到那些 那就是牛腩 我讚賞牛腩的時候 他說牛腩條那些嫌貴 牛腩條是最便宜的 他就用些我不說什麼 然後怎樣做 他直接講那個教理 他就做得到 他就做得到 但是他做到我新鮮牛腩 我告訴你 是比阿冬 我知道 阿冬的牛腩幾平價高 這樣都不夠 他的豬雜 因為我最豬 喜歡吃這些東西 我又試 我喝一口湯 我呆了 我之前不是介紹過那間合得的 其實都OK 但是我這麼黏沾 其實我也覺得那些湯 那些豬雜 是有少許的 那麼多的鬚腥味 不過他用重胡椒 但是我現在吃這間 他是沒有用胡椒的 沒有胡椒的 是一點鬚腥味都沒有 而且每一個 無論是豬心 豬粉腸 豬腰 是沒有一個會有異味 你知道我偶然 譬如豬腰多乾淨 都有股壓味 有時吃的粉腸會苦 沒有 嘩 那個豬潤 浮沙豬潤 這間店 我真的很慶幸 除了我老婆 我認識我老婆 1994年2月2日 還有我兒子出生那天之外 我入到這間餐廳 現在開始結識了他們 真的結識了他們 台前往後 我真的覺得我很幸運 我真的很幸運 嘩 一間這麼好的餐廳 竟然在香港 而不是那麼出名 真是很冷神奇 做了很多年 千萬不要說出來 是不是書不書 一寫就好 嘩 好吃到我認為 我一生人遇過 我在想 當然 有沒有人個別 有些好吃過他 如果用他的出品 我吃過他的出品來說 沒有人牛腩好吃過他 沒有人豬癮好吃過他 沒有人豬扒好吃過他 沒有人豬扒好吃過他 沒有人串燒好吃過他 他會做過他 他會做過他的 他會出進那些地方 厲害 也經營過一間 很出名的 嘟嘟雞 高峰時間 有40間店 其中一間店 每日每一間店 都賣1,000多隻雞 賺很多錢 有故事的人 然後我上網搜尋 當然我也搜尋到他 原來他現在大忍於是 好吃到屌 真的不能夠想像 然後我老婆不斷問他 她說 我還有一個 你待會下來試試 四十多元 煎肉餅 最出位 接著說說 我朋友大隻都說 我剛剛早兩個 吃完那個蜜汁豬頸肉 這個他們最出位 他就不停聽聽 你這麼多東西都出位 接著他又說 你有沒有吃過我的草魚 是不是玩魚 你外面玩魚當然不能想 你又說 你為什麼下來試試 我可心想 好啊我老婆氣 你悶悶了 我有排斥 好 因為他最重要 我們去一間餐廳 很嚴重的事情 近年在香港 阿正做過餐廳 你就明白為什麼 你通常去同一個廚房 你叫不同的產品都好 因為同一個師傅 同一個味道 很多時候的東西 都是那些味道 雖然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它是每一樣東西都不同的味道 譬如我叫過 我昨天吃什麼 我昨天同大講 我昨天 我本來想著吃什麼 但是看到 咦 你什麼牛魔王 我什麼牛魔王 你看看 有牛柏葉 牛丸 也有 越南牛肉 有普通牛肉 牛腩 不知道什麼 一大堆 嘩 吃不完 刀上面 不知道六碟 這麼大碗 它又好吃過我 這一身人 無論是澳洲 在哪裏 任何地方 越南沒有去過 吃過的 所謂火車頭牛河 嘩 這間店真是不得了 你是不是想做生意介紹 不是 我是不會說的 我現在連他在哪一條街都不會說 好 但是我找到他 我覺得我多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 我就找到他 唯一遺憾就是 但是我喜歡的 這個師傅好像比我更吹水勁 那變成了 更吹水勁 我看到他不停聽 那我無所謂 我就聽聽說話 聽他 人家年紀大 有故事 是吧 他老闆 兩個老闆 是他的徒弟 兩夫婆 而因為他主要是他的女徒弟 都四十多五十歲 是美女 但是你見得出 很骨子 那些東西乾淨到不得了 可能女生 嘩 那些碟 就是飯擺完碟 旁邊 我真的全部乾淨到 那些桌子 嘩 這間店真的 我這班人去 所以我不能說那麼長 我真的有牌 這間店我起碼可以吃三個月 因為他的東西不同味 我們當時吃到悶 就是說 你來這間店 你不能吃A B C D E 他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他每款的東西都不同味 還有個鰻魚三寶飯 接著他又說 我們最想出糊 你樣樣都出糊 搞不定 那鰻魚三寶是甚麼 我都未研究到 難道你鰻魚公 鰻魚仔 他說鰻魚三寶飯 那我又要去試一下 好 這間店 有人猜過 是否哪間 錯了 你們猜錯了 甚麼三個刀 那些 三個刀那些 古靈政法的名字 都不知怎麽算 好了 這間店很好的 我希望呢 我找到它之後 我會在那裏搞一個 私房菜 我想 如果以它的收費準則 你給一千元 找一位去 我想吃到你們 真是拱著肚子 真是 嘩 好想很好吃 嘩 真的每一件事 無論是滷水 還有煎魚 你很少吃煎魚 煎魚 他說 下午那個下午茶 但我們去不到 還出位 他說 用鐵板 炒我們乾炒牛河 誰是誰 四大天王裏面其中一個 你天天找人駕車下來 天天吹水 開演唱會 就找人駕車下來 這裏在那裏接近 買來吃 出位 你便試一下 又怎樣怎樣怎樣 還有個蝦醬蒸豬肉 蝦醬蒸豬肉很普通 當然不可以 我只聽見 會家子 他喜歡煮 這件事 我真的很興奮 我相信大家很想會去吃 但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要把他交給 一定會介紹 他現在已經在對面街開了另外一間 走來走去 他說不要介紹太多 做不切 很多人辛苦 因為他最主要就是 我不知道怎樣賺錢 其實最主要就是他們 兩個徒弟和他 每天天天天天下午 都會去買貨 都會去逛街市看有甚麼 才決定 我相信這件事都是重要的 你看到有甚麼漂亮 正好時間 不是做主力做的 我真的很認真 最特別介紹我 他說 他們做了7年 那個A餐 原來擺了7年也是A餐 晚餐 經常想下賈籠 最多人吃 每個人都最喜歡 就是鹽煎雞扒 只不過鹽煎雞扒這麼簡單 鹽煎雞扒飯或者鹽煎雞扒意粉 嗯 就已經是糟糕了 你看了沒有 哇 這堂東西好 第一節是17分鐘 接著有些無聊的東西我們用兩分鐘講完 就去完第二節 作為辯護理由及有關境外干預問題 各位問吧 還有大大大大大 是啊 還有的 其實現在還有沒有 還有一點湯 是啊 還有一點湯 OK 不是 多的 我們剛才我姐姐又吃了 我早吃了 你也吃了兩碗 三碗 四碗 五碗 即是六七碗 這碗我登年明吃了一碗半 是啊 即是六七碗的 有 好啦 真是老實講 咦 真是老實講 你問我 如果我們看了這一排的手影 就似乎 即是他們這樣說 就是最後我覺得 披露洩露國家機密 就可能 真的可以用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由 嗯 當然 即使他可以用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由 如果他拘捕了你 你慢慢去搞 你也麻煩了 看什麼人 看什麼人 你也麻煩了 對嗎 但這樣看什麼人 有些是不拘捕的 嗯 但是我跟大家說 我們看的手影是這樣 咦 他們最後零左勿右做到盡 都未必會有這件事 即連公眾利益都未必可以作為辯護理由 所以如果看國安法 47 人那些都沒有事 是啊 其實我現在都覺得 如果看國安法 甚至黎智謙 我也覺得沒事 是啊 所以我們都要學習 昨天我聽見我們紫微星人的師傅 我具體不講他的掛牙 我具體地講 因為紫微星人比較保守 他就說九運二十年不會有好日子過 從今年開始 不會有好日子過 今年是很嚴重的 食不就食 今年是很嚴重的 唯一有個小陽春的 就叫大家一定要留意 很強調的 就是今年的農的生命 8月4日 之前的兩個月 簡單一點 即是六四 六四至八三 OK 你們要做什麼呢 就在那個時候做 例如沽貨還是怎樣 大家可以不相信 沒什麼所謂的 他還有講到 因為日蝕的關係 美國 美國打內戰機會達到99% 他看這個形勢似乎是特朗普當選 美國會有三年 美國會衰三年 會衰三年? 但打內戰是什麼時候? 內戰的意思是不是 師傅說的 你看不到這麼小 即是很大的衝突 他會鎖國三年 你不會覺得鎖國 你不會覺得鎖國 其實我們要結合這些來推算 就是 應該是美國是自顧不下 所以那三年 他要顧著自己裡面 就是要結束他裡面的東西 這三年 這樣的情況大家要執政 你想想如果美國不能夠做這個世界大哥 你不會覺得鎖國三年 你會怎麼樣? 走去哪裡都沒有用 走去哪裡都沒有用 就是亂用的 希望好的、凌醜的不靈 只能這麼說 好了 鄧炳強就說 在會裡面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 大部分人都支持立法 真的可能有少部分人不支持 如果這樣說 他解說後大家都明白 也清楚理解 二十三條立法工作 對一般做生意和社會大眾 不會有影響 除非你想影響國家安全 強調會繼續進行後續的解說工作 老實說 就算現在你們真心 是沒有想著拘捕也好 或者 不要說特區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你看看那個世界七人案 就是這樣 現在那些人 問心一句 現在因為你是商會 領事團等待他們怎樣回應 就算他裡面有反對 現在你這麼說沒有人反對 他都不會出來跟你環合 是嗎 是嗎 你信不信大家 好了 另外 今年 我們說一些好東西 何永賢防疫局長 他就說 看到 日經 不是日經 是木經眼藥水 他說Water就上來 他實有介事 準備了很多資料 但我不打算問他那些東西 OK 好了 我們買一下廣告先 下一節回來才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先買廣告先買廣告先 好了 今天是年二十八 我們出去逐張相講一下 recall一下那些網友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高潮 就已經是慢慢慢慢過了 為甚麼呢 生意都OK 但就沒有上個禮拜 或者早兩天那麼誇張 可能真的要回去做節吃飯 第一陣海膽 年三十晚到 海膽這個禮拜真是抵到難 250g 直版的馬粉海膽 499元 訂這個朋友 等我們過來 未訂的朋友 馬上來 我們接受今晚最後的預定 為甚麼就要上飛機了 就是這些貨 下一張 這個就是鮮八爪魚 下一次 你又不吃肉 不然你一定要試試 我們有八爪魚 我們這裡石爪 平時賣388 只在農曆生年之前 我們特價288 我們看下一張 片出來是這樣的 蘿蔔豉油食 EG 288 WhatsApp 8481 1079 再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吃完的鳳尾刺 本來我打算給你一碗 後來才吃 對 你吃 齋 這個鳳尾刺 足一斤二兩刺 我想普通家庭的飯碗 六七碗 碗碗都淡淡刺 而且好吃 阿正就說 他吃過這麼多中產品 最喜歡的產品 就是我們這一系列的產品 那我就未必認同 但是它是好吃的 你問我 我當然喜歡吃紅燒刺 金湯刺那些多一點 那個個不同 這個鳳尾刺 就當然不是牙筋 是另外一種口味的 一種食材兩種口味 有一次吃花膠 但是也是刺來的 真的很古怪 690港元 可以的 我再去 好了 九大鬼 每年都不會令我失望的 每年都覺得死了 那麼多 但是每年我們都 真的分钟 那為什麼是窄重貨 為什麼呢 其實我呢 專門在觀塘 租多個倉仔 就用來擺這些 我預了它的貨 真的難下來 在五個年前 那麼九大鬼 未吃過的朋友 就今年一定要試一下 我們絕對不是那些 有蝦 有豬肉 有什麼磁菇 我不是那些 我全部是 增收白味的海味 OK 乾包 花膠 療心 刺等等 那反而加熱就吃得了 OK 那麼1980 好 再去 好了 這一隻 你開始送禮的時候 我上個禮拜介紹過了 是迷你的 招財招福的招財貓 裏面有一個金箔的青酒 428元一對 我上次說錯了 438元 其實428元一對 而且在日本做handmade的 好 再下一張 好了 都要講日本了 因為現在日本正常 已經等美斯登場了 美斯60分鐘就換進來了 到現在出場了沒有 踢完 一石十二碼 一石十二碼 即是美斯在日本 好三晚 踢了三十分鐘 三晚 三十分鐘 OK Woo 我們繼續支持日本 北海道天然堂的麻油 是純麻油 而且是最高級的 在香港就只有北海道天然堂 去自己的店 SOCO和我們也可以買 SOCO和北海道天然堂賣多少錢呢 550 啤梨貧道賣多少錢呢 都是550 不過特價399 小一點 因為說不可以表得便宜過550元 那用過的朋友就知道甚麼事了 那你就特別皮膚乾草 有濕疹 主婦手 全部適合用到不得了 不要用你家裡那些幾十元的麻油去給 因為那些不單止 即是是假 我跟你說 即是日本賣都可以是假 OK 那這個是最出名的 大家上網看看就可以了 好 那就不多了 399 好 再下一張 我這個螺旋組 即是Lawrence那隻 每天吃30粒 在市面上唯一隻濕疲民 可以替你天然排足你的重金屬 你吃過很多食物裡面 那些金屬留在你體內的 那它就是永遠排出的 即是唯一一隻可以幫你排出 也是美國 NASA和歐洲的太空總署 太空人的指定輔助品 即是濕疲民 那大家可以上來買 那一瓶有2200粒 因為吃30粒 你都要排出的 那就是賣4992瓶 12991瓶 4992瓶可以的 好 還有一部相 好了 福寧王精 即是我們現在改一個新名 叫去濕王 1980 一盒就變成了28包 就是一個療程 上院是建議 用完一包之後 連續吃28天 然後買多一盒 28包就可以每個星期吃一包 用來保持住 排了濕 你的人就會精神的 那麼 Victor呢 你雖然是做藥廠 你不是中醫 但是他都知道 我們香港人差不多有10個濕的 10個都濕 濕你一排了 不知道他有沒有效果 一排了根本整個人都不同了 無論你的大便 你的精神 那些乾神 全部都不同了 OK 越濕就越累 對 越濕越累 很容易累的 OK 好 下一張 這個就是 終於終於 終於我收買的 Defed Order了 明天我們那些 存馬來西亞的產品 全面會到的了 記住 訂了一個朋友 不用我們通知了 明天來拿 晚一點點 不要那麼早 未訂的朋友 明天來買現貨 就馬上機會了 大家知道 我們那些 馬來西亞的產品 通常都是可以放 一個星期左右就賣光了 OK 好 下一張 木經眼藥水 就不特別多說了 效果呢 就下一次才說 木經眼藥水 580元一瓶 買到六瓶 還有特價 那他就是 Victor 基本上呢 一會我會回答問題 大家很多問題 很擔心 那就是 Victor也會講一些個案 但其實呢 除了黃斑 除了這個青光眼 和你沒有線網膜之外呢 基本上 你任何情況 都可以用的了 可不可以這麼說 是啊 但是我想問一下 有個網民 有什麼情況下 會有人沒有線網膜呢 譬如有些人線網膜會脫落的 是 那脫落後 也會再重新上去 他再重新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用的 就是有些人 如果沒有線網膜 就是沒有了那個影像投放 以及沒有了感覺 那如果還沒再重新上去 線網膜脫落 譬如有些人做運動 也會線網膜脫落 就給他打到 那時候他會看到什麼 他如果 因為他其實整個線網膜很大 在眼底 如果是線網膜脫落一點點 就沒有問題 可以用的 如果他脫落得很多 已經大部分都沒有 那其實線網膜裡面 有很多神經線 很多視乳頭 視神經 其實這個眼藥水 就是針對通血管 通血管 以及通經絡 然後將毒素排走 那你都沒有血管 那他變了 就不可以幫得到 我的意思是線網膜脫落了 他還沒去弄的 那到時候他看不看到東西 那當時 可以看到的 但是就是很 很蒙啊 很暗啊 即是如果完全沒有線網膜 就看不到了 沒有了景象投影 OK 但他都可能一隻脫 還有另一隻 那線網膜脫落 他不會像Content Lens 這樣飛出來的 他在眼球裡面 是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發覺 看的很不對勁 他看醫生 原來線網膜脫落了一隻 脫落一點 就是做手術 幫他亂上 就是亂上去就可以敵了 是的 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呢 大家關心木晶眼藥水的朋友 下一次我們回來 我們有個案 顧客的回饋 以及問題回答 OK pres裁 升 C